他只不过是个白家废虎女婿而已 我堂堂军号大少爷 怎么可能跟他提头 穆先生是我们的VVRP啊 你懂不懂 穆姓 怎么可能啊 他如果是大老板的话 那白家白家他都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哥哥把他当为神司的 你再胡说八道 我把你嘴子撕烂了 爸我没有胡说 你想啊 像白沫这么爱钱又爱权的人 如果他有钱的话 怎么可能把他妹妹送过来呢 你说白河来这 白沫安排 家贼你都放不住 还好意思来这仨爷 爸 白沫又是你 小老板 记住你给我承诺 管好了 如果他再惹我一次 我就让你君欣 莫老板放心放心 这小子在老师 我一定亲手解决了他 莫洋 你以后去哪儿都要跟我说一声 我要确保你的安全 如果临时有事呢 临时也不行 那怎么行 听话 古今白河现在应该已经躺在蒋宁的床上了 白河 白河是我的鹿鹿离开 轻轻松松就把白河骗到家里的人去了 莫莫 自从你离开白河以后 我一个人好寂寞 我这不是回来陪你了吗 嗯 你都不知道 沐洋废如太气不燃了 他一点都不知道我这个业务经理放在眼里 他拿下奥奇项目以后还来威胁我 老佛好像知道我们关系是什么 哎 我们藏得很深的 他不可能知道的 我们藏得很深的 他不可能知道的 默默 我们都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不想再躲躲藏藏的 我知道 但是我们每次这样 多刺激 多美好 才不好 哎好 那 等我重回白氏以后 我去公开我们的关系 河瑞你糟敢了 秦姐 上班时间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就是这么跟你领导说话的 白河没有教过你 白河让我清理门户 到底是谁 该分走谁 让你清理门户 我告诉你 除非白家没人了 要不然也轮到你 沐阳地站上吗 就赶索了一批高管 沐阳 我是和白先生来着谈业务的 不过你想找查的话 我先找做照 你去看 情侣室谈业务的方式很特别啊 你跟着我们 就他们俩能播照片是吧 想和我 不告诉你 没门 马上我就要跟秦露露公开我们的关系了 就他们俩能播照片是吧 想和我 不告诉你 没门 马上我就要跟秦露露公开我们的关系了 秦姐 您好像跟你前夫在打有个关系吧 这些照片可以作为挺少证的 虽然可以加速你的离婚程序 但是 你好像一分钱都不拿不到 别怕 不 我在 有他在 有个屁 白沫被赶出白氏 还涉嫌教宣杀人 如今只能在白石啃老 露露姐 你是一个聪明人 你知道干什么 那女人不需要你来教 闭嘴 你再来看我不是一个女人啊 我 莫先生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和这个败脸来往 求你不要把我赶出白事 莫先生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这个败脸来往了 求你不要把我赶出白事 看在白河的面子上 你走吧 那死破血 张老师给添发财了 让你他们跪下来添我的脚 好 一无所有的感觉如何 废 陈总 忘记说要我们白氏取消合作 理由是什么 他们说顺语集团即将推出的产品 香味和我上次提给奥奇的样品 为它一模一样 配方是我亲手调制的 怎么可能一模一样 你有顺语集团新产品的样品吗 陈总 王亲自给你带来的样品 好久不久 王顺语 你康夫出院了 是的 你没能亲自来接我 我这个心啊 还是非常难受 所以今天 我给你特地带来了一个惊喜 以你命名的香水白河 我给你特地带来了一个惊喜 以你命名的香水白河 居然一模一样 是啊女儿 你感觉是不是和你爸当初送我这个香味一模一样啊 是你偷走了配方给了王顺语 怎么是偷呢 这当初本身就是你爸送我的香水 再说顺语要做香水 有求于我 我能不帮忙吗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搞垮白事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怎么说话呢 老娘也不是白送的 她还送我一千多万呢 本来以为你会表扬我 没想到你把我送成白家的贼了 千万 钱呢 钱 你都数落我了 我还要给你钱 门都没有 王顺语 你不能发售这个香水 这瓶香水侵权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配方已经被顺语集团给注册了 你的发售计划 可能要取消了 从头来吧 是啊 一条路走不通 换一条路走呗 两天之后呢 顺语集团的新品发布会就要开了 希望白总能擒死 我 白总没法参加是你的新品牌不贵 因为那天 沐昕要召开记者会 把不战略投资记录 白氏是沐昕 最美的 就是自己想的 森巴 白河 白氏有救了 哎 沐昕投资多少啊 怎么 你们现在沐昕都这么不挑了吗 啊 我们顺女集团看不上的你们都要 哦对了 你预定的 方向会场地 给取消 取消 你说取消就取消啊啊 你是谁啊 世纪酒店京主啊 嗯 王总 所有会场都没有 我信息都包不下了 什么意思 那就给我想办法呀 王总 夫先生们刚刚买下的女女 而且 你 你不再是 这女集团的总裁了 我不仅是世纪酒店的清主 我还买下的那个公司 你就是 你就是沐老板 那 闲逊啊 这从吴老板那件事你帮了我 我就觉得你很不简单 妈 没看错你 可我听到的是 你要回去找王顺宇 哎呀 你听错了 我是说 王顺宇那小偷 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还请您高抬会手 饶我一道生 没想到吧 我们家贤婿 可是大名鼎鼎的沐星联盟老板 沐阳 如果你是因为香水的事情 我可以停止发售白河 而且我可以把它还给白氏 还请你 换回吧 好啊 顺宇正好去扫地的 你可以来做 扫地 你还是给我带 自己选 我来 我找你 王顺宇啊 你也有今天 轮到你了 李女士 那盒头怎么会在你这 我从吴老板那边 买下了他所有债务 所以 你现在的债务人是吴 哎呀 玄旭啊 都是一家人 他不好说吗 盘权伤感情的 我知道 你还不起三千五百万 但是 我不能让你这么矫情的 我们 做个交换吧 玄旭你说 如果你不答应 就要旅行合同上的条款 拿命 抵战 贤旭 只要不让我还钱 不要我的命 你说什么我得答应你 好 我的条件是 我要你离开白家 离白河越远越好 白河是我的女儿 我离不开她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今后我会好好待她的 晚了 你再多说一句 我就当你想 旅行合同条款 不不不不 我走 我走 沐嫂 记者听到消息都来了 想要采访您和白总 走吧 没你出去